再来看一下这一盘处于花期的小叶字子 现在是不是开出很多朵花来了 但是我发现第一朵花已经是发黄了 而且感觉它的这个茎感觉都有点这种 想要腐烂的一个感觉 这个时候要及时把这个花朵给它栽掉 如果不栽掉 现在天气这么热的话 它很有可能就会烂在这里 会影响其他枝条的生长 再来检查一下有没有缺水 很轻了 花期很需要水 蓄水量很大 所以给它补点水 浇水一定要浇透 就是这个水会从这个盆底大量流出 给它一点时间 它应该马上就会流出来了 看到没 水已经在往外流出 这样就浇透了 这一盆杜鹃花也缺水了 给它浇一点 还有这一盆杜花 还有这一盆杜花 除了给它们浇水最好还给它们喷喷叶 它们也是很洗湿的 喷水的话还可以降温 好处很多 还能冲洗掉这个叶子上面的灰尘 但是像这一盆杜子花就不能给它喷水了 因为它现在是运垒 如果喷水的话 它容易引起掉垒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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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